记者罗陵军台北报道,港星陈小春,谢天华昨日抵台,和黄金兄弟郑一剑,林小峰,导演钱家乐合体,五人在西门丁举办见面会,晚间又站上小巨蛋,当谭永林演唱会嘉宾,现唱朋友,昨晚庆功宴上郑一剑坦言一整天都在宣传,没有时间排练,不过演出完不完美是其次, 重点是五个人一起站在台上的氛围,就像电影主题曲表达的兄弟情谊一起来一起走,曾志伟片中适合五人情同父子的曹福尔和陈小春,谢天华充满张力的对手戏深埋洋葱泪点,戏外也是这部片兼致,无上线金元导演钱家乐,烧掉将近十亿远走匈牙利,蒙特内歌罗,台湾,日本,北京, 内蒙取景,被邱黎宽戏称钱家乐前爹,一伙人难得在台湾齐举宣传,书齐立刻主动坐东,在外地隔空安排自己的餐厅请大家吃饭,曾志伟开玩笑,本来点了八个菜,他一说请客点了十八个,还拿了两箱面走。 电影黄金兄弟9月21日上映,林晓峰,左起,导演钱家乐,郑一剑,陈小春,谢天华来台宣传黄金兄弟。 记者陈毅宽舍,书齐虽然不在台湾,仍隔空安排餐厅请好友吃饭。 翻设自IG 翻设自IG